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Archer 今天我们来讲导入Classic Demo 上节课我们进行到这里了 已经安装好Woodpress和Avada的最基本的设置 在这里安装Demo 我们安装第一个Demo,Classic 这个Demo是Avada所有Demo里面最大的 我们先看看Classic Demo的需求 要求内存限制256M起步 最大执行时间是300秒 另外核心插件 Reolution Slider,Layer Slider 必须激活才能导入环灯片 WooCommerce必须激活才能导入商城数据 那我们先安装插件 这些插件都是主题自带的 在这里 Layer Slider和Slider Revolution都是收费插件 它们的功能也很强大 其实除了Avada主题以外 其他很多主题都会带这两个插件 这两个插件功能上各有特色 我感觉SlideReolution更强大 它有点像那个Flash的编辑器 比如说在里面有场景 场景上有时间轴 时间轴上可以放很多层,文字,图片,视频 文字还可以换样式 比方说字号,颜色,粗细等等 Avada主题自带了两个简单Slider 再加上这两个强大的 一共四个Slider 这四个Slider以后会单独开一篇来讲 这个插件安装时间比较长 我先说下Avada在导入的时候 都导入了什么内容 有文章,多媒体,也就是图片 页面,案例,主题的设置,产品 还有这些幻动片的设置 也就是说在导入Avada的时候 这些插件必须被监测到 才可以导入相关的设置 才能生效 还差一个WooCommerce 这个WooCommerce和刚才那两个Slider 都属于功能非常强大的插件 Fusion Core是核心插件 它其实是Avada的一个编辑器 功能也很强大 WooCommerce可以把WordPress 变成一个独立的商城 WordPress本身是不带产品 或者是购物功能的 其实,除了Avada以外 很多主题都在用WooCommerce 作为他们的产品购物系统 特别是外贸类的网站 WooCommerce算是一堂必修课 有个主题叫RT-SIM18 这个主题自带了一套产品系统 这种自带产品系统的主题非常少 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RT-SIM18 这里有两个错误 RSS的,先不用管它 Avada的新闻RSS 估计是需要翻墙才能看吧 RT-SIM18 更新翻译 Commerce的更新 Commerce支持中文 默认支持中文 下面我们来看看插件 导入之前要求的插件都安装并激活 从这里 安装DEMO 安装 安装 R56 插件都OK 确定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会比较长 估计要几分钟 可能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成功 另外一个结果是失败 如果失败了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Avada的系统状态有红字 解决环境的问题 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 另外一个是 Avada服务器 比较忙 这个比较少出现 它的服务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当然也和你那儿 所处的网络是有关系的 导入过程是不用翻墙的 我现在用的是北京联通 或者是电信 都是OK的 导入过程中 最好什么也不要动 它会从Avada国外的服务器 拽很多图片 到你的新服务器上 到你的远程那个服务器上 这个速度会比较慢 这样资源也比较高 如果在这个环节 你那提示失败了 那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检查系统状态 看看是不是有红字 第二呢 是先下载一个reset插件 RESET 用这个插件 把你的wordpress进行清空 把刚才导入一半的数据要清空 清空之后再进行第二次导入 如果你没有清空 第一遍失败了 第二遍继续导入 那导航内容 页面都是重复的 也没办法用 导入成功 有个提示 需要安装这个插件 这是一个重新生成缩略图的插件 在导入demo之前 Wordpress是空的 它的多媒体库里面一张图片都没有 现在多了很多图片 Wordpress有一个图片机制 就是传一张圆图上来 比方说是1000像素的 它会根据主题的不同 生成很多张不同尺寸的图片 也就是缩略图 这个插件的功能就是把多媒体库里面的图片 每一张图片 重新生成一遍缩略图 看看它都导入了什么内容 文章 还有页面 Avada做网站主要靠的就是页面 首页是页面 关于我们是页面 服务介绍是 联系我们是 案例列表页也是 页面它可以创造的内容很多 比方说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 案例等等 包括首页都属于页面 页面里也可以加入slider 那四种slider都可以加 页面内可以布局 插文字 插图片 排版 可以说 页面是wordpress 精华的载体 我们来看看 woocommerce的系统状态 它是需要 plp5.4的支持的 其他都没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产品 这些都是导入的产品 还有小工具 这些都是在页面里面用到的 有的在页角 有的在博客的侧边 有的是联系我们的侧边 再看看菜单 也就是网站的导航 Avada一共有四个导航 通过管理位置可以看到 主导航就是最上面那个主要导航 还有一个顶导航 顶导航是最上面的那个 特别细小的 可以隐藏的 导航的内容呢 在编辑菜单里边修改 选择一个导航 点选择 具体的菜单使用方法 以后课程会讲 现在我们先跳过 我们看看前台的变化 刷新 这就是导入以后的demo 和Avada官网上的demo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彩单 彩单 还有文本 这些图片都到达本地了 还有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案例的效果 还有响应式 还有响应式 再体验一下购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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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物流程 购物流程 有加购物流程 与程表现购物流程 全部被合理 有点准备 资格 调答 也许不及 旷流程 有点准备 还有关于我们 刚才忘了一个操作 就是把所有的图片重新生成一遍缩略图 一共105张 本集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讲是如何做一个属于你的新网站 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